最近17年前的流星花园重回网友视线 修修带点中二的台词 和处在颜值巅峰的F4戳中了不少老阿姨的心 就连山菜也被挖出新宝藏 戏外的大S温温尔雅 一直是淑女的典范 戏里却分分钟开启豌豆射手模式 说话快到仿佛开了二倍速 每天一声惊呼 也是让所长实力心疼道明寺 看完满脑子都是啊啊啊的叫声 山菜确定真的不是属丫子的吗 有个这样一惊一乍的女票 道明寺的心脏也是时刻处在炼狱模式了 还有网友翻出山菜小姐姐的逆天语录 上课举手直接跟老师说我要拉屎 草根姑娘的用词耿直到扎心 让操汉子都只能贵福 颜值剧情什么的相比之下都失去了光彩 山菜才是妥妥的宝藏购